在上一届思维漫游,我们可以看到从古希腊2000多年以前,人们对地球的认知实际上是停留在地心说这么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地球是宇宙万物的中心,然后地球外边有这么一个大圆球,这大圆球分成很多层,里面有太阳,有月亮,有其他的行星和其他的恒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天体的各种各样的小亮点。 那么从这个认知上我们看到,唯一正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个球形,在这以外其他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认知,包括埃里斯塔特对地球上的各种各样的物理定律,实际上基本今天看都是错的。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看一看,就是人类在这种对大自然的认知,尤其对地球的认知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看一看,既然地球是一个球,那这个球有多大? 这个球上的位置是怎么样定义的?这也是一个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认知的过程,首先回到公元前250年左右,希腊有这么一个哲学家叫Eritasthenes,他对地球的周长进行了一些测试的尝试,他去怎么测试的呢? 因为他是希腊的哲学家,当时他实际上是他住在今天的埃及附近,那么这埃及有两个著名的城市,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是Sain,Sain上就是今天的Aswan,这两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地图,Alexandria,叫阿历山大, 实际上是在地中海边上的一个港口城市,一个岸口城市,这当时在希腊是一个很有名的城市,里面有一个当时在那个时代,古希腊时期是最大的一个图书馆,结果全给烧掉了,Aswan是今天的埃及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大水坝,实际上是把尼罗河给堵住,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有点像中国的三峡工程吧,是在五几年六几年最著名的一个大坝建筑, 这两个地方几乎是正南正北的这个方向,然后Alexandria在北边,Sain,就是Aswan在南边差不多相差一千公里左右,Eritostanis他怎么去测试呢,他知道这个Sain这个地方在夏天夏至的那一天,就是太阳最北的那一天,正好这个地方呢,太阳是正当空,太阳正好是正当空, 实际上我们今天看一下地图,这个地方呢,正好在Tropic of Cancer,它离Tropic of Cancer,就是北回归线,正好是45英里左右的距离,就是这个Sain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在古希腊的时候就知道,在这个地方在夏至的时候,太阳正好在正当空,也就是太阳可以垂直从上往下照下来,你如果一个深景的话,那深景上是没有任何的影子的,因为它距离北回归线只有45英里左右,实际上北回归线, 就是那,如果在地球上画出那一圈的话,就是太阳最靠北的那个位置,就是太阳投射到地球上的影子,最北最北的垂直的那个角度,就在那条线上,所有的那条线以北的地球上看太阳永远是在南边,在这条线南边的人们看太阳在夏至的时候,太阳已经过了,头顶往北去了,所以这个北回归线上顺便讲一下这种地理常识,实际上是横跨地球很多地方,包括中国的汕头,包括台湾岛的, 正中间,还包括广州稍微北一点点,那么一点位置,所以呢,既然我知道北回归线的这个位置,太阳是正好正中间,而这个Alexandria 实际上是离sines靠北,而且有一个小小的弧度在同一天,而且它知了它的绝对距离,大概其可能不到1000公里吧,那么如果知道这几个数,你通过几何和三角的话,你就能大概其算出来地球的半径有多长,或者地球的周长有多长,它大概其算出来呢,地球是大概其25000英里左右,这个数是非常接近今天的准确值, 今天的准确值大概其地球的周长24855,它测出来是25000,想象一下这是2200多年以前做的测试,那么这个测试可以说是相当准,相当相当的准,顺便提一下这个Aswan Dam这个打水坝是在195几年建的,正好这个时候是埃及出乱子的时候,就是那个纳塞尔把这埃及给控制住了, 然后它先是用英国美国来出钱盖这个大水坝,结果呢,后来英国美国跟它关系疏远,它又从苏联那出了一大笔钱去盖这个水坝,所以呢,就是苏联英国美国,就是西方和共产的东方吧,在这个问题上呢,产生了很多的这种冷战的前期的这种摆位置,所以造成,它最后很快又造成了苏伊士运河的危机,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这历史上发生的,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个Aswan水坝产生的一些冷战的一些故事,那么这个地方, 恰好就是在2200多年前做这个地球周长测试的这么一个测试点,那么往前走,走到1492年,Christopher Columbus哥伦布从欧洲向西行去寻找印度大陆,那么他呢,在那个时候呢,对地球的周长的估值并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说这个希腊的这个Aristosthenes对地球的估值,实际上Columbus并不知道,他以为地球呢,比我们现在实际的地球的周长要小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他认为地球不是 实际那么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他对当时他的航行的估计低估了,就是他并不知道他去寻找印度要那么长的距离,所以他到了这个Hespianola,就是今天的这个古巴和今天的那个Dominican Republic那个岛上,第一次到他以为他到了印度,实际上他离印度还远了去呢,因为他到印度实际上有8000多mile的一个行程, 而如果按照那样一个行程,他当时带的水,带的吃的,带的食品,带的什么都不够的,但是呢,他幸好他提前就到了这个美洲了,所以呢,就着陆他以为他到了什么,这就是代表什么呢,当时的1492年,就是15世纪人们对地球的大小的估值,实际上仍然是误区,并不清楚地球有多大,那么后面有很多欧洲的对这个全球环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探险,各种各样的探索, 逐渐逐渐对地球呢,到底有多大,有一些更清醒的认识,有些当时葡萄牙人逐渐到非洲,到亚洲,就这都是15世纪,16世纪多次的旅行,哥伦布到美洲,所有这些航行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提供各种各样的观测的数据,使大家对地球到底有多大,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而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就是当时的葡萄牙的这个著名的探险家,叫Magellan,就麦杰伦应该叫, 1519年等于绕着地球走了一圈,他绕着地球,当然他是这个地球并不是沿着赤道走一圈,但是至少他绕着地球走了一圈,在他的探险过程中,什么几何三角这些东西都已经,这些知识他们的航海家们都非常清楚了,他的基本路线就是从Seville,今天的西班牙的南部的城市Seville,然后跨过大西洋,然后进入Straight of Magellan,Straight of Magellan就是今天的南美的最南端,就智利阿根庆最南端的那么一个, 很多岁岁岁岁岁岁岛的那个中间的一个海峡穿过去,也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嘛,他第一个第一次从那环过去,然后进入太平洋,进入菲律宾的最后又回到Seville,这是1519年到1522年,走了三年四年吧,这样一个大循环,他知道至少是direct evidence,就是直接的证据地球确实是圆的,OK, 但是不幸的是呢,他没有回到家到Seville,他到了这个菲律宾就被人给干掉了,菲律宾当地土著人就是把他给杀了,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嘛,Jalen实际上就学环球运动,环球探索并没有完全结束,他自己就死掉了,到了1659年,这个荷兰人Christian Higgins,惠更斯和牛顿和英国的牛顿,这个时候呢,都已经对地球的大小 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和牛顿的力学,使牛顿更进一步往前推了一步,他说地球呢,尽管是个圆球体,但是它不是一个完美的球体,因为地球有离心力,它自转24小时要转一圈,这个离心力就使地球的赤道更加往外延一些,就等地球是有点贬的,这个南北极的距离和赤道之间距离是南北极更近一些,而这个偏差大概其实是1比230,就是地球 实际上是有1比230的这么一偏差,而今天的测试实际上是1比298.25,所以呢,实际上牛顿是有一定的误差,但是想一想这是几百年前啊,实际上已经是pretty good,就是已经是有一个很接近实际的数值的这么一个估值了,这个在英语里叫oblate spheroid,就是地球在旋转的时候它产生一种开始变扁,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等于是到了16世纪,15世纪,16世纪,17世纪, 基本上我们人们就是尤其是欧洲的这些科学家们已经知道地球不但是球形,而且大概其知道地球的这个形状不是一个完美的球形,到了17世纪,那就是还是牛顿那个年代,16世纪,17世纪,中国才开始真正的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尽管审阔在好几百年前就知道,但是没人这个知识没有传播开,到了明朝,中国大概其知道了,这个知识是从欧洲的这些传教士传到了中国,而在欧洲的那些科学家们不但知道地球是, 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在17世纪,牛顿的万有引力已经被发现,牛顿的微积分已经被发现,所以科学的进步已经往前走的像,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那个基本水平了,那么这个对地球,这个球体的总体的这么一个理解,这是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地球上的位, 因为作为这些航海家,包括Magellan,包括Captain Cook,这些所有的环球航海家们来讲,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航海的过程中,我必须知道我在地球哪个位置,南北哪个位置,东西哪个位置,这就是Latitude和Longitude,Latitude就是尾,北尾南尾,而Longitude是京,就是京尾线嘛,京度,西京东京,那么这个基本概念上就是跟那直角坐标系差不多, 只不过是一个球体,就是南北的定位和东西的定位,那么南北定位实际上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你在任何地球上的一个位置,你到底离这个北极的角度有多远,大概其你可以看一看太阳在正当午的时候距离是有多,就是离地平线什么样一个角度,在晚上的时候,你大概其看一看北极星在地平线上什么样一个角度,当然北极星不是很准,北极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地球自转的正中心,因此呢,你要想用,知道很准的, 你还要知道一些比较准确的时间,但是大概其你能知道,就是你的这个纬度在个什么位置,可以说reasonably accurate,可以基本可以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是这个京度就难了,就是地球这个东西,因为地球是自转的,然后你在哪一个位置,你怎么去知道,这个相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在过去非常难,相是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用几百年的时间,人们才去找到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那么我们下面就讲一讲这个京度是怎么得的, 因为这个京度这个数据,实际上是非,加上纬度和京度,你可以在地球上定位,那这个定位呢,可以是帮助你是天文学家的话,你知道,你希望知道你在地球什么位置,你是画地图的人,因为这个地图,精确的地图实际上是在,大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航海,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你在地球上的准确定位,当然今天我们有GPS, 这后边我们再讲,那么在这种精度纬度的定义上,还是我们把重点放在精度的定义,就是东京西京,到底这个你在靠东靠西什么位置,你怎么去算出来,这个基本的道理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说你在地球上,首先你先选一个参照点,这叫prime meridian,就比如说咱们这一个地方,在我现在这个位置是零度, 咱们就随便选一个地方是零度,然后呢,我呢,假设有一个非常准的时钟,我有两个时钟,完全绝对准,这两个时钟,你拿一个,我拿一个,我在这零度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时钟,然后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在我的东边,或者在我的西边,比如说在我的西边,你一定位置上,你有一个时钟,这个时钟,我们这两个时钟是完全同步的,然后呢,我们就看一看,我们这个时钟和当地的时钟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就能算出我的精度,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很 基本的一个,一个数学问题,就是精确的时钟,和算出你的精度,实际上是一码事,为什么这么讲,我再仔细讲一下,首先地球是24小时转一圈,咱们就假设是准准的24小时,也就是说360度分24小时走,每一个小时呢,地球自转15度,这个从数学上很简单的,那么我如果在任何一个参照点的以外的,任何一个随意的一个地点,我只要知道,在太阳正当空那一瞬间,这一瞬间, 就是我当地的12点,就是我当地的12点,就是我的local time,那我的12点,和你那个参照地,在另外一个地方的那个12点之间,显然有一个时间差,假设我们两个表都非常非常准,我的12点和你的12点,有可能差三分钟,差五分钟,差半个小时,差多长时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两个表如果是准准的,非常的同步,那我就知道我差多少时间,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小时走15度,那我要是相差正好一个小时的话,我就知道我们两个人在地球, 地球上东西差15度,按地球自转差15度,那我就知道我的东京西京,到底是哪个维度了,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只要我知道我的绝对时间差,我就知道我的维度,当然我是用中午12点做参照,当然我如果我的表绝对准确的话,我有了那个12点,我也可以在4点,在5点,任何其他的时间,和你那个表做比较,就是和那个参照系的那个,和那个参照点的表, 参照点的表和我表,假设是同一个表的话,或者是精确同步的话,我当然就知道,现在是正中午12点的时候,离现在正好差两个半小时,而我这个时间这个表呢,是差了三个半小时,那我就知道我实际上和那个参照点差一个小时,就这么简单,但是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问题,在陆地上测试是一码事儿, 而在水面上,在航海时测,那就另外一码事儿了,首先在船上,那船老在那晃晃悠悠悠,你怎么去准确的知道太阳在正中间,就是在最高点,你怎么去测试,你这船老在动,尤其是那个时候,古代的那时候船都很不稳的,那个大翔上,你很难能够准准的知道太阳在哪一个时刻,是正中间,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的表还不准,OK,这是第二个,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如果表不准的话, 你又无法去和你那个原来参照点的地方去同时同步的话,那这就有问题了,而在陆地上这个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假设是在陆地,我在陆地上准准的测出我的当地的时间,用我的表测出来,然后呢,我把这表呢,再用马车用什么,运回到这个原来的参照点,我们这两个表比一下,同时我也知道这两这个表和那个表呢,有多大的误差,这样算来算去,我大概其能得到一个更加准确的估值, 但在大海里面,这就很难,刚才已经讲了,首先你不能把本地的时间和远处的那个时间做比较,因为你在海上,你显然不能马上回去,你的航海目的不是回去,而是继续往前走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非常精准的时间,或者是一个非常精准同步的时钟,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不但在陆地上重要,在航海上更重要,因为我假设有两个表示, 绝对精准的同步的话,我再加上一个当地时钟的测量,我就能得到一个我当时的精度,那么这种精度在过去几百年,是很难很难得到的,很难很难对一个精度纬度准确的,尤其是这个精度,有一个准确的估值,所以呢,很多的航海家,在几百年前的时候,在15世纪,16世纪,17世纪, 实际上是海上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海难,灾难,很多灾难,就是因为他找不着他的地方了,走着走着就迷路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哪,以为到哪了,实际上没到,科伦布还算有福气,他至少到了陆地,那很多,实际上历史上有很多探险的人,最后就是丧失在大海里了,找不着目的地,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哪,最后就丢了,最后就没了,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在最近几百年,大家才意识到,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几千年前的,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古希腊的一些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可以用另外一个途径来解决,首先我们知道希腊也是一个航海国家,因为它是靠着地中海的,所以它是也有航海做海上贸易的,所以对这些问题他们也很重视,那么他们想的一个想法呢,就是利用月全石,或者 是月偏石,不管地球的什么地方,它的那个发生的那一刻,让大家都能看到,那如果大家都能看到,那显然大家就可以用这个,这一瞬间作为一个表的同步的一个基础,只要我就知道在那一瞬间,我的表在什么时候,你的表在什么时候,实际上我们两个表应该是同一个时间,那么这个误差,就可以作为一个调整量,把它调整回来,而Columbus呢,也想尝试用这个方法去进行这个地球上的这个精度计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观测 精度实际上并不是很高,因为那个月亮和它就是地球的阴影,挡住月亮的那个时间是非常缓慢的,你很难靠这样的一个天文现象,去精准的同步你的时钟,所以呢,尽管呢,就是像古希腊的这种方法,Columbus这些人也都知道,但是他们也无法真正的把它使用, 伽利略呢,也提出过类似的方法,他呢,就是看这个木星,木星有好几个小的卫星在转,那么就是绕着木星转的速度很快,他认为呢,可以用这个来去做时钟,因为大家都能看到,当然呢,伽利略那时候已经有了天文望远镜了,就假设用一个望远镜去看, 木星上的那些卫星,环绕木星的时刻,就是从木星前面过的那一瞬间,然后用这个时间呢,来去做一个全球的时钟的同步,大家都能看到那个吗,就可以同步,那用了这个时钟同步,那有这个同步的信息,大家就可以对自己的本地的时钟进行一个误查调整,但是呢,又是同样的问题,观测的这个精密度不够,而且不现实,尤其你是在,如果假设你是在这个海上的话,你的船老在晃,你的望远镜是不够的, 不可能看的那么准的,但是呢,很有趣的是呢,他这个建议,尽管没有在全球的时钟同步上使用上,但是呢,在另外,被另外一个科学家用来去测试光的速度,这个我们以后会提,1657年,惠更斯,Christian Higgins,发明了一个摆钟,钟摆式的这种时钟,就是我们的,大家知道过去很熟悉的那种老爷钟,就抵一个大钟摆,慢慢的摆,这种钟摆时钟,他实际上发明以后,就发现这个时钟非常非常的精确, 非常非常的准,那用这样一个很准的方法,你可以也可以用来一个做时钟参考,它的准确度上比过去的机械钟,就是当时1617世纪以前的时钟,准了30倍,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dramatic improvement,准到每天只误差只有10秒钟,这个是非常非常准的,这种钟摆的这种钟,但是呢,这个仍然有问题,因为这种钟不能在海上用,你在船上那船老在晃,这个钟摆是不能准的, 根本准不起来,顺便说一下,Higgins也是一个,大家这是个光学物理学家,同时也是观测天文的那个一个科学家,他实际上和Spinoza是朋友,Spinoza给他还用,Spinoza我们知道他的一个真正的职业是磨这个镜片的,磨这个天文望远镜的镜片,让Higgins对Spinoza的镜片的这个水平是非常的高的评价,认为他的当时磨的镜片是,是在欧洲磨的最好的, 尽管Spinoza今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是一种方法,这种用这种很精确的钟摆钟,只能测地面的精度,因为地面不动的你可以去测,但是在海上还是不行,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测这个月亮和其他的背景上的星星之间的角度偏差,这个偏差大家认为也可以用,如果大家知道月亮和后面的某一个恒星,因为恒星是一个几乎是一,在他们的眼里是一个, 背景绝对固定的那么一个位置,这个偏差实际上是随着月亮的运动,当然有一个角度的这个飘移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变化,实际上本身代表了时间,可以想象,因为月亮在天空中一直在走嘛,他代表了这个这个当地的时间,如果两个人同时看这个月亮和那个背景恒星的角度,是在同一个角度,大家可以依照这个,做一个同步,那这个同步实际上也是对精度要求非常非常高, 因为月亮辟静和背景的恒星的角度的这种变化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因此你的衡量速度也是,你的测量也要非常非常精确,当然还有一个就用日全时日偏时了,日全时日偏时,它的那个精确度要比这个月亮和其他的恒星的角度的偏移,速度要快多了,所以精确度要高一些,到了1720年左右,实际上这个精度的测试, 其实就用刚才说的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在陆地上已经能测到准确在一度以内,一度以内,因为每一度就是四分钟的地球的自转,也就是地球每次自转四分钟,会产生一度的精度的偏差,而在一度以内,那就说精度的偏差,就是四分钟自转的那个地面的限速度,地面的限距离大概即是69英里, 在这个赤道上,也就是说在1720年前后,精度的精确度可以到六七十个mile,六七十个英里以内,当然你要离赤道远一些和精度和更高一些,你要想真正的使你的精度,使你的这种测量地球的精度的这个准确性,真正到小的距离,你像这时钟就必须在四分钟以下很多,那也就是几分钟,一天只能差几分钟, 你才能做一个一度以内的精确的测试,而真正的实用的准确度,你要在几秒级以内,就是你时钟的误差,不能超过几秒,而这样的一个精确的时钟,只到了19世纪初才开始有,19世纪初实际上是准确的时钟开始出现了,1836年,英国的一个时钟将,钟表将叫John Harrison,他就做了一个当时最准确的表, 这个表呢,是每天误差在39秒以内,39秒以内,这样的准确度实际上,在今天所有的机械手表,也就差不多就这个水平,可能比这个高一些,也高不了多少了,那么每天的精确在39秒以内,什么意思? 就是10个mile,就是说你用它的这个表去做同步,去做地球上的精度的计算,你可以准确度在10英里以内,10英里,你如果在海上用,也够了,你如果每天能够保持在10英里,当然你是假设在船上,你还是要每天有一个同步的过程,先不说那个,你船上如果能在10英里的误差之内,那10英里你已经能看到了, Within your visual field,是可以眼看到了,这已经可以说已经是very good,那么从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能看出来,这就是这种时钟的改进,钟表技术的改善,钟表技术的测量技术的改善,实际上整个在欧洲的这个科学工业航海里面,是占有一个非常中心的地位, 因为只有当你的表非常非常准的时候,你才能进行长距离的航海,你才能进行准确的地图的勘测,和准确的天文的观测,而这些东西和那些什么珍珠宝石那种艺术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尽管钟表是啊,在那个时候是一种几乎是接近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做的非常漂亮,但是它毕竟有非常现实的应用,这种应用到了1850年,达尔文做上它那个HMS, HMS Beagle,去航海几年,去发现它的进化论,实际上就大有用处,在那个时候,那个准确的钟表已经广泛使用,这就1836年准确的表出来以后,1850年这个表已经很广泛使用, 那个时候它的各种各样的机械,准确的机械表不但是广泛使用,而且非常可靠,也非常的廉价了,都可以,大家都可以买得起了,当然我说大家,就是说这些航海家,这些人可以买得起了, 就像今天的小汽车一样了,而不是说像今天的这种飞机,私人飞机一样,用这种准确的钟表,就可以去测量当地的精度,当然纬度也可以有了, 那这样的话呢,地球上的任何位置,你作为航海,你就很准确,所以达尔文,它的那个航海的那条船, 周游全世界,它身上,它那个船上,身上带了22块这样的表,为什么带这么多表,就是为了要有一定的redundancy,有一定的可靠性, 如果哪个表坏了,我还有其他的表来带地,到了1870年,再过20年,这个当时的机械表的准确性,已经在是每天误差不到0.04秒, 想一想,这是有多准了,0.就是等于4%秒,每天的误差,如果你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时钟的误差之内, 你的地球上的精度的定位是在60英尺范围,也就是20米,那就非常非常准了, 顺便提一下,我们知道所有在故宫去看有个钟表店,所有在这个清朝明朝很多的这种古物的展览上, 我们会看到很多非常豪华,非常华丽的各种各样的钟表, 都是当时西方的这些外交官,赠送给中国的皇帝的,皇帝就用他作为一种摆设,非常漂亮, 而这种表呢,在中国的当时的清朝明朝,尤其是在清朝吧,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艺术品, 是一种摆设,因为对于清朝和对于前面的明朝,真正的长距离的航海, 他们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只关心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我能不能把这些臣民给管住,就完了,也别什么海上冒,也别什么探险,都没有兴趣, 我们想一想,正和下西洋,他走的航线,实际上是用不着这些什么精度纬度的, 因为他的那条船子走的航线,全是贴着海岸线走的, 他没有真正的在那种几千里看不到土地的那个大海里,像那个Columbus, Columbus尽管他的船比这个正和的船要小很多,但是Columbus可是横跨大西洋啊, 可以多少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看不到陆地的,而正和他实际上是一直沿着陆地远远的做一个参照物, 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你没有必要知道你的精度纬度,至少你没有知道,没有必要准确的知道, 而对于这些欧洲的航海家,这种长距离的环球旅行,他必须要知道, 这就是当时清朝的那些时钟,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对清朝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 到了19世纪后半夜,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技术,就是电报技术, 电报当然不是今天的无线电,是电报通过线走的, 但是电报技术,你如果能电报接上, 你就可以把电报两端的时间更加准确的同步, 这边送一个信号,那边一收到,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几秒, 那么这样的话,就又使这个时钟的同步,又往前走了一步, 当然我们再往前走到今天的GPS,这种各种各样的导航, 实际上是靠的是一个更加精确的那种时钟, 这个时钟精确的,那就是基本可以说小数点后多数个零了, 这样的一个精确的时钟,可以使我们在地球上, 用真正的准确的GPS,我们可以定位地球上的几乎是几公分范围, 就是地球表面的几公分的精确度都可以达到, 尽管我们大家使用的车上的导航没那么准, 那是因为民用和这个真正的军用和其他科学用, 是不是一个精度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准确的时钟, 在整个人类对地球,对后边我们提到的太阳系的这个测量上, 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这一节我们先讲到这, 下一节我们再看一看,再往下, 人类在认清地球的定位,地球的大小以后, 还有哪些重要的,那就是开始要看一看太阳系, 看一看其他的科学发现, 这个我们从下一节的科学革命再往下讲。 就等待会儿再往下讲。